我們現在要跟各位介紹的名詞叫做週期性振動 週期就是會來來回回一直 因為這東西會跑過來又跑過去 這樣跑過來又跑過去 所以叫做週期性的振動 從O到A到O到B到O這樣子來回一次 A到O到B到O到A來回一次 來回好多次就要做週期性的振動 那有一些名詞要了解 這個名詞包括後面都會提到它 第一個叫平衡點 這個對國中生不重要 物理上的平衡點是它合力為0的那個點 在這張圖就是O那個點 叫平衡點 合力為0 但是國中通常沒有挑的這麼仔細 就把它想成最低點叫做平衡點 也OK 雖然並不正確 但是對國中生而言這樣子就算 OK啦 差不多差不多了 實際上是 合力為的那個點叫做 平衡點 然後後面的名詞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叫做擺幅 就是擺動的幅度 注意 B 是OA或者是OB 不是A到B 是O到A或者O到B 這個從平衡點到最大位移的這個幅度我們稱之為擺幅 或者叫做正幅 或者叫做正幅 如果有人用角度 所以就叫做所謂的擺腳 擺腳 叫擺腳 擺幅正幅 然後再來就是重要的周期 周期就是來回一次的時間 從A到O到B到O又回到A 叫來回一次 來回一次需要兩秒鐘 叫做周期是兩秒 來回一次需要一秒鐘 叫做周期一秒 單位就是秒 幾秒 然後叫做周期 下一道頻率 頻率就是單位時間之內的振動次數 一秒鐘 振動幾次 一秒鐘振動兩次 周期 頻率就是二 一秒鐘振動100次 頻率就是100 我們單位叫做赫茲 簡稱赫 XZ 簡稱赫 所以 頻率是300赫是甚麼意思 每秒鐘 每秒鐘來回 300次 叫做三百赫 OK 你看到一個重要的事情 周期叫做 一次有幾秒 頻率叫做 一秒有幾次 一次一秒 一秒幾次 一次 一次兩秒 一秒幾次 二分之一次 一次一次 一次十分之一秒 一秒幾次 十次 所有的看它有個重要的關係 甚麼關係 好 最重要的關係 大家會知道 剛才講一個政府 政府呢 就代表了就是能量 政府越大就代表了就是能量越大 A到O O到B B到O O到A 所以來回一次有幾個政府 四個政府 政府越大就代表能量越大 然後呢就是剛才講過的重要關係 周期跟頻率怎麼樣 互為 倒數 一秒鐘 10次 頻率10 1秒10次每次多少 10分之1秒 10乘10分之1等於 1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係要備好 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我告訴你周期 就等於告訴你 頻率 告訴你頻率就等於告訴你 周期 因為周期跟頻率互為 倒數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係 今天要把它記好 以上就是我們介紹周期性振動上的一些名詞 了解什麼叫政府 什麼叫周期 什麼叫頻率 重點 周期跟頻率互為 倒數 重點 政府的大小代表他能量的高低 這就是我們要學會的事情 OK 有人問答嗎 沒有